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我30岁生日那一天 我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自己擅长 而且能改变大家一些观念的事情 情绪玩具这个事情就蹦着蹦回来 我说我为什么不做这个 我刚开始要做这个行业 我想站出来为这个行业发誓明 现在都有很多人质疑我 作为一个女生怎么能这样说话 其实人做的正 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 我只是把客气的知识交给大家 我不太在乎那些人的一些想法 我希望他们也能所改变 所以我就说我要坚持要吃一下 我的坚持的能量 就是来自小姐妹们的反馈 经过了这一两年 我的坚持 我觉得我挺成功的 我能看出来姑娘们在观念上 就放得开了 她们放开了以后呢 我就看得出姐妹们的各种变化 变得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自信 最重要的就是更happy 改为人先 其实还是要承受压力的 家人和一些朋友 一开始并不理解 但是看到我交出了 一份漂亮功课以后 她们就其实就明白了 我是吴小飘 坚持改为人先而改变